那么这一周呢 我们主要讲一下代码相关的 讲一下路瓦脚本 相关的 首先我们把 进入亲切班 然后代码 我们把23 24克的代码 因为我们的课程是从8点半才开始 所以说8点半 才开麦 一般是8点半 好 我们把23到24克的代码 考古一下 好 我们打开 24到25克的 24到 23到24的代码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首先是要 就是封装一个路瓦的接口 读取角色对象的 座标 也就是这个座标呢 也可以作为 小范围的一个 顺移的一个 座标 可以通过这个座标 然后 当然实现小范围的 小范围的这个顺移的话 作用也不是很大 但是我们要写成代码之后呢 后期的时候 我们有时间来可以 配合这个明文包 来做一些 就是说来做 进一步的这个顺移的研究和测试 看 能不能有一些 就是说 更强大的一些功能 看能不能够 测试出 好 那么 这一节呢 我们就是通过 一个机子偏移了 把这个 我们当前角色的 xyz这个座标 返回 就是读取它嘛 读取它 但是我们呢 分了两部分 一部分是动坑链接库 一部分是exe 所以说这里呢 我们需要一个进程间的一个通信 这个通道呢 我们之前已经搭建起来了 那么这里呢 我们还要用卢网 注册成一个函数接口 然后返回 好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应该 怎么来实现 这个东西 首先呢 我们需要在动态链接库 对应的那一层 来 通过机子 便宜读取我们的座标 所以我们首先找到的是 mydale X64 这一个文件 然后在这里边的话 我们看一下 这些代码接口 那么我们看 要写一个 就在这个tplay 这里呢 我们先写一个接口 用来返回我们的座标 好 那么这个座标我们怎么返回呢 那么座标呢 我们这里返回的话 可以用指针 可以用结构指针 那么也可以用引用 就是说方式的话非常的多 那么我们在这里的话 那么我们在这里的话 暂时呢 选择用 结构吧 结构 结构指针的方式来返回 这个结构呢 这个结构呢 因为xyz 它是连续的 是吧 我们 可以来直接用这个flout 当然你也可以去写一个这个post的结构 但是我觉得 这里 它的意义不大 如果你要写的话 你可以写一个 post的一个结构 你可以写这样的一个结构 然后用这个 结构的指针来替换 刚才的那个float 是吧 那我们直接写成这个float 感觉要简单一点 它用数组的方式来 下标 0 就指向这里 1指向这里 2指向这里 当然你要写成这种结构 也是可以的 随便你 我们 其实我建议 直接这样写 方便一点 如果你 定义成这种结构呢 感觉代码的可读性呢 会高一点 这个随便你 我们先尝试这种方式来写它 那么写的时候 我们 把它 写到什么地方 看一下 可以直接写到这个tplay里边 但是这个tplay里边的话 我们看一下 现在 现在这个文件是什么文件 这上面遮挡了 看不清楚 它本来这里有一个名字 应该是功能库 原代码 被这个 我看是被这个遮挡 在这里 现在能够看到了 那么这个在功能库里边 但是如果里边的代码太多了之后的话 我们管理起来也不是很方便 暂时我们还是可以写的 写到这个地方 写到这个功能库里边 如果以后 多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单独把它放到另外的原文件里面去 这里呢 要加一个 这个累的 一个着用率 结构 或者说 要加一个着用率的一个限定 说明这个 成员函数 是我们这个tplay的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编译生成 那么这样只是写了一个空的函数 空的函数 为了表示了它是一个返回值 那我们可以跟他加一个描述性的红out 那么这个呢实际上 就可有可无的 可有可无的 那么有的话你也可以加上 证明了我们要取回来的 是这个什么 角色对象的 坐标位置 这个呢我们是一个返回值 你可以加上这个红 增加它的一个可图性 然后要写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 之前 分析到的 当然这个特征码你自己取一下 我们之前也教过啊 怎么取得这个特征码 当然你随便取一些特征码来 可能一次性的不能够成功 那你需要做一个多次的一个尝试 可能最后来才能够定定位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周呢 会教大家啊 专门讲一下特征码的一个定位 因为这个游戏更新的非常的频繁 如果我们每次都去手动的定位它 那么我们花的时间会非常的大 非常的多 花的时间 这个特征码定位的我们下周再讲 今天呢 我们这个是提前已经更新好的一个机制便宜 我们这个调试器啊 不加进去应该可以直接用 我们看一下 转到当前的座标 这是当前的 这个座标呢 可以用来顺移 就是这个 好 那么这个座标我们测试成功了 直接我们把 座标呢 取到这里 本来这里的话 它 正常情况下 还要加一层括号 那么这样读出来的呢 当然如果是这样的话 不加这一层括号呢 它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 就是 就是这个类型 是吧 就是 我们的 这个座标的地址 这样读出来 如果我们再读一层呢 实际上读出来的呢 是 X 那个座标 X座标 所以说我们这里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写呢 我们实际上只需要这个地址就行了 然后 它每一个佛点数呢 占的是四字节 三个 座标呢 占的是12个字节 我们只需要把这12个字节呢 拷贝到这个post里面就可以了 拷贝到post里面就行了 好我们借助一下 前边的 前边的这个取机子 那么我们取它的第一层地址 取出来 当然这里呢 我们要加上 里面可是的前缀 加上 好 那么在这一层地址出来之后呢 我们要读括号 读的话 实际上这里是r18 同时呢 我们前面的这个uintptr 如果你看着不习惯 你可以改成uint64 那么在64位的环境下 两个 uintptr 和uint64 它是同一个类型 好那么 我们可以一次性把它写好 把这个偏移下后边 我们也可以 分成多行来写 分成多行来写 也是可以 我们可以直接用float 然后这里呢 我们看有几层建议来写几个r8就可以 然后这里 然后这里 这个bys 这层 它已经读取了 然后加上 y乘的488 然后再加上 0x18 再加上 0x94 再加上 7色 当然7色这层呢 我们已经不需要括号了 那你看一下 这里是一层两层 实际上只读了三层 最外层的这个括号 需要双调 7色 0x前缀加上 这样取出来的就是地址 这样取出来的就是地址 当然你也可以用另外一种写法 你可以先 写出这个 取出这个角色对象的地址 另外一种写法呢 我们就是先取这个角色对象 把这两个偏移了 我们写到前边去 这样呢我们先取这个角色对象 然后呢 取出来之后用角色对象加上 后边的 这一个数字 这样呢只需要读一层 角色对象 读一层再加上这个7色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样就得到 这一个作表 当然我们看一下里边他有没有 获取这个角色 对象的 如果没有写的话我们还可以在这里 因为角色对象啊 在后边的话可能会经常用到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另外 写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就用来 获取我们的这个 角色对象 如果要写这个角色对象的话我们可以写在他前边 这样呢方便我们后期的一个调用 这个静态关键字需要酸调 这个时候 加上我们 Tpload 这个前缀 然后把这一行 写到前边 然后把角色对象 换回 好 那么后边的话 我们 可以直接 这个角色对象 可以直接开替换进来 替换成这个函数就行 把角色对象 加94 加7 那么这就是我们 坐标的地址 你也可以写成坐标地址 坐标的地址我们得到之后呢 我们先判断一下 这个坐标地址 因为前面加了一个7色 所以说这个地址它要大于7色 才可以 必须要 大于7色才可以 当然 这里的话 需要用佛点数来 佛点数的指针 需要转一下 当然你写的更加的精细的话 就是判断这个地址呢 是否是有效的 你这样去判断也可以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 就是说 它的那个容错功能呢 不是很强 但是我们暂时可以这样用 好 那么坐标地址取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用man copy 来把这个地址 把它 拷贝到我们的返回字里 然后呢 拷贝12个字结就行了 好这样的话啊 这个12呢是指的这个pose的缓冲区大小 后边这个12呢是指这个 座标地址里面 我们要拷贝的字结束 这个12是怎么来的呢 它实际上是sizeof flot 因为有几个flot 这个字呢 它实际上是3是吧 因为sizeofflot 是4个字结 34呢 这样来的12个字结 当然前面也可以这么写 你写12也可以 写这个sizeofflot 3也可以 这个呢 它最后呢 还是会被12 整数的12这个常量呢 给替换掉 替换掉 所以说哪种写法都是可以的 这样呢代表了三个flot 能够容纳三个佛点数的 这样的一个空间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 这里7色里面的 就是 这三个佛点数 给拷贝到了我们的什么 这个返回的这个地址里面 flot里面 然后我们编译先生成一下 然后这里生成好了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 这个数据最后呢 我们要什么 要返回到我们的资源这一段 是吧 也就是mfc这一段 在这里呢 我们 可以写一个测试 比如说添加一个 按钮 来 就是从loan里面来获取这个这种座表 从loan的这个通道 当然我们可以先获取这个座表 然后再做这个loan接口 开始了我们可以 先把这个细节 就是 讲详细一点 我们先获取这个 角色的座表 那么我们可以随便 找一个指令 就在这个myapi里面 写一个对应的数字也可 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这里呢 应该要写双份才可以 在这个myapi里面 我们添加一个函数 可以添加一个同盈的函数 然后随便选一个位置 然后来写这个接口 同时呢 这里呢 我们要跟他加一个作用域的一个限定 说明这个函数呢 它属于 哪一个结构 或者是哪一个论 然后后边的这个代码的话 我们 基本上 是 相同的 看一下 看 看上边这个要简单一点 我们拷贝上边这一段代码 上边这段代码的话 我们需要改的就是 应该是这个 指令这里了 后边这个我们可以随便 给他传一个 数据进去 都是可以的 对 对 对 所以 对 对 对 这个command就是我们用来获取坐标的 我们可以放在任意位置你可以放在最后也可以放在靠前的 因为两边这个是共享的头文件 它两边都是同步的 只要能够达成一致就可以了 所以说不是说必须要放在最后放在中间任意位置都是可以的 那么这里呢我们传一个指令过去 告诉我们 就是游戏所在的进程要获取这个 坐标 坐标 那么这个坐标我们还要考虑它最后 应该是要返回到一个共享队层里面 共享队层之前我们讲过了 这个我们可能需要分成两节课来讲 我们先到动态连接库里面先把它读出来 动态连接库里面 然后 找到 Mind640 然后在这里边呢做一个相应的 一个case的一个处理 那么在这里我们怎么处理呢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可以返回 这个xyz的这个坐标 可以返回这个坐标 但是如果我们直接用这个return来返回的话 它只能返回八个字节的数据 但是我们 现在 这个坐标的话 它实际上是需要的空间的话 是12个字节 就是用这个return来返回 显然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是需要的这个共享队层 共享队层 这一段数据来 进行返回 那么返回的时候我们先找到我们之前写的 这个 My API里面的这个函数 在这个地方 我们调文一下 这里包含了这个图文件 看一下 包含了应该开始 文件了 我们看一下直接编译 它是存在什么问题 这里有一个提示 它说找不到这个标识 我们看一下 但是这个PCH里边的话 我们是包含了这个头文件 在这个地方 这个头文件不是的 它在tplay里边 这个好像写错了 应该是 这个地方倒是有 MyAPI里边 MyAPI里边 我们有写这个 但这个MyAPI里边 它写的不一样 这是MFC的 我们是X64里边的MyAPI 刚才好像我们写错地方了 是吧 看一下 这个是tplay里边 tplay里边 我们重新写一下 这个是tplay里边 这样编译的话是能够通过的 但是我们需要给它传一个地址 那么这个地址呢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共享内层的这个地址 那么我们看一下 现在共享内层的地址是多少 共享内层的地址 我们把它取出来 强制转换一下 然后再次编译生成 当然这里的写法的话 实际上可以先判断一下 先判断一下 先把它取出来 这个共享贴质 这个共享贴质 我们的共享贴质 就是这个共享贴质 这个共享贴质 那么我们先判断一下 这个地址 简单的做一个判断 判断它不为空的时候 我们再调用它 这是共享贴质 这是我们返回这个坐标的这个地址 然后调用成功的话 这里我们直接给它返回一个 返回一个整数就可以 好 先编译生成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首次如果是失败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里 加上一些调试信息 表示我们执行到了这个地方 好 这个动态链接库这边就写完了 这样就写完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 因为我们返回的是数据 是在这个共享内称里面 所以我们MFC这边 也要做一个对应的处理才可以 我们看一下啊 另外好像我们有在 MFC里面有写这个测试 在这个地方有写测试 在这个地方有写测试 地址 那么这里边的话 我们看应该怎么写 这里边 因为它这里边实际上 返回的话 返回到我们的共享内称里面 我们找一下 共享内称的话 在什么地方有使用啊 这里有一个共享读是吧 我们去找一下这个共享读的代码就可以了 这是共享的代码 我们找到这里了 然后转进去 这里啊 如果调用成功了 因为它有一个返回值的啊 这个返回值的话 如果等于3的话 它肯定就是调用成功的 但你也可以不用做这个判断啊 一般正常情况下 这个字都会等于3的 因为我们那边写的是3字吧 当然这一步呢 那你也可以不用判断啊 因为正常情况下 它要么是卡死了 在这个地方 那要么就是成功 那我们可以给它备注一下 正常情况下 这个返回值呢就是3 然后这里我们看一下 这里它有一个 共享数据 它有个初始化是吧 它有个初始化是吧 是对象 但是这里呢 但是这里呢 存在一个问题啊 因为这个呢 它是那个 嗯 嗯 Page 1是吧 这个MFC的 这个窗口里面的一个成员 嗯 但是呢 我们以这里呢 它也是可以 做一个对应的初始化 来完成 我们去找一下 共享读写这里 找一下它是在什么地方 嗯 初始化的 怎么初始化 它在这里是吧 初始化的 它是用祭祀本 它是用祭祀本为例来进行这个初始化 这样的初始化是不行的 是吧 这里我们需要另外跟它做一个初始化 才可以 共享内存 那么这个初始化的窗口句评 我们必须要与 这个动物 就是我们的这个X64里边 它里边 取出来的要一致 我们看一下 这一边 它是怎么进行初始化的 嗯 这个呢 就应该是游戏的 就是我们创建的那个窗口 句评 才对 然后我们再回过头 要找到这个入口点这里 我们看一下 它是怎么来创建这个窗口 游戏组窗口 应该我们自己有一个创建有一个窗口 cret window são 再次 把 所讲的 好了 按 问题 由于 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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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 那往这里的话应该是这一个窗口 但是我们之前发的指令 我们再看一下 看两边是否同步的 因为有一段时间没有写代码 部分代码我也忘了 远程穿杀 我们看一下这个指令 看这一个是怎么获取 这个创建窗口的时候 我们就用了一个特殊的类名 以及一个标题名 特殊的类名或一个特殊的标题 所以说的话 这一个窗口具品可以直接来使用 我们就用这个窗口具品 做初始化共享队程的窗口具品就可以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应该是那么这里应该要分成两部 那么分成两部的话 我们重新把这一端可以改一下 把它改成一个函数 就这个我们把它改成一个函数 这个Hmin呢 我们就不要了 再看一下 这个应该走不行 这样写应该就可以了 然后后边的代码都是注释掉的 这个没有参数之后 那在投文件里边我们也应该把它进行修改一下 我们先编译生成一下 它肯定是有错误的 我们找一下 好 这里呢 我们就不需要传参数 前面这个主窗口 我们看一下 主窗口这里好像也不需要 再编译生成一下 然后这个共享队程的话 我们需要自己来重新给初始化一下 重新在这里定义一个成员 然后这个成员呢 我们定义在什么地方呢 定义在这个类里边啊 就可以了 那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定义成私有的 然后呢 这个东西我们还是需要把它给初始化一下 看一下 这个不能定义成私有的 私有的好像初始化不了 非常快 我们的一个因素 也就是第一次 就像 这样 我们还是要学一下 和那个 在那 中 我们 它的 其 都是 嗯 这个共享的文件 这个线头我们需要在pch里面包含一下 这里也包含了这个共享头文件 我再看一下 这个要包含在后边 要包含这两个的次序需要调换一下 这个需要把它定义成静态的成绩 这样编译通过了 但是还是存在问题的 另外还有一个LUO54的这个lib没有办法打开了 把这个lib生成一下 代码生成这里啊两边需要 保持同步 debug x64 然后我们看一下代码生成这里 mdd 这边是mdd多线程调试 我们再来看一下 mfcz这边是否是mdd 那两边都是mdd 他说有一个 我这个投文件的关系 因为这个投文件里边的话 他指定的话还带有一个参数 但是我们这里呢实际上并没有带这个参数 因为被我们修改 我们去找一下 在当前项数里 当前项目里面啊 在这个地方啊 他在这里带了一个参数 应该是 我们要把这个参数给拴掉 因为刚才我们做了修改 需要修改的地方呢比较多 我们可以一次性 做一个替环 我这个环境他 所有替换啊 他是有点问题 重新启动一下 OS 不能够一次性替换的话 那么我们就 我就逐一的来做这个替换 然后重新找到这个函数 好那么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替换 重新再编译生成一下 那么这里呢他还有一个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这个是因为他没有初始化 这个东西呢他需要初始化一下 看一下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这静态变量的话也比较麻 静态变量一般是要需要做一个初始化的 我们这个地方呢 这个结构是一个 这个结构的话 不方便做这个初始化 我们给他加一个 够操函数 试一下 再重新 我们把它改成结构 我们把它改成结构 我再试一下 要么我们就把它写成全局变量 要么我们就把它写成全局变量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需要进行初始化的 再找一下在什么地方掉了 那么在这之前的话 我们需要了 给他做一个初始化 需要给他做一个初始化 就是需要绑定一下这个传统剧品 那我们看一下这里边的代码 他有没有去那个 是一个有效的传统剧品 然后 获取共享地址 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么我们先编译生成一下 我们休息五分钟 下一节课 我们再做这个测试 本来我们今天是准备把那个 移动括 一起测试了 但是看 看了一下 这个时间应该不够 所以说我们休息五分钟之后呢 今天就先把这个 读取 绿程数据的这个 四列代码 先把它写好 我们休息五分钟之后呢 再来做相应的一个测试 可能到时候还会遇到一些 一部分的问题 代码的话 基本上是写好了 有问题的话 我们到下一节课 再来解决 我们先休息五分钟的时间 再来解决一下 我们先休息五分钟 再来解决一下 我们先休息五分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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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